简讯色情和网络色情可以定义为 通过手机或任何其他类型的通信设备 发送路股色情材料的行为 发送的信息可以是文字、照片或视频 它们牵涉两个方面 信息发送者及信息接收者 电话性爱是电话中两个或两个以上人之间的谈话 该谈话是充满色情的 旨在挑起一个或多个参与者的信誉 然后进行路股的信活动 以达到各自性满足的目的 这或许是暂时分开的男女之间的一种惯例 也可是社交媒体上结识的人 或与电话性工作者的收费性交易 现今时代科技的发展和社交媒体的兴起 也兴起了几十年前被认为是不可想象的各种成瘾 罪恶和行为模式 简讯色情和网络色情就是其中之一 那么,简讯色情、网络性爱和电话性爱是一种罪过吗? 这些行为是否应被视为伴随时代前进的自然或正常现象? 社会是否应该将这些行为规范化为性满足的另一种方法? 今天的影片和大家分享网络色情或电话性爱是罪恶吗?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这频道 欢迎来到装备生命 希望你能订阅我们的频道 同时点赞及打开通知小铃铛 那你就可以收到下一只影片的通知 如果这影片对你有帮助 也希望你留言说声谢谢或分享意见 以及将影片转发出去 谢谢 有关网络色情与电话性爱的四个圣经说 第一,它反映内在不纯正的思想 虽然色情、电话性爱或网络性爱不涉及身体接触 但圣经确实警告我们不要有不纯正的性思想 耶稣在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七至二十八节中说 你们听见有话说 不可奸淫 只是我告诉你们 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 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 注意一个人具有吸引力并不是罪过 但当但有性意图 幻想或以淫秽的表情 把想象力投入到欲望中 那就是罪过 对奸淫的渴望,即使不能成功 也与实际上的奸淫一样是一种罪过 无论哪种情况 他与人的内心欲望有关 而不仅仅是行动 因此,当我们与上帝同在时 我们的内在思想与我们的行为同样重要 我们内在的思想和动机实际上反映了我们的本性 真言二十三章七节 因为他心怎样思量 他为人就是怎样 他虽对你说 请吃,请喝 他的心却与你相悖 腓利比书四章八节 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 凡是真实的 可敬的 公义的 清洁的 可爱的 有美名的 若有什么德性 若有什么称赞 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 二,他挑起自我性满足的欲望 我们非常清楚地知道简讯色情 电话性爱和任何形式的网络性爱 都是以非圣洁的方式挑起并激发人们的思维模式 它满足了个人的欲望也激发了自卫的行为 并产生不纯正的自我性满足的欲望 它还会制造犹如耶稣圣明的不纯的性幻想 及腐蚀一个人的灵魂 圣经鼓励我们拒绝不道德的性行为 以及拒绝对自己的身体犯下不道德性行为的人 哥林多前书六章十八节 你们要逃避淫行 人所犯的 无论什么罪 都在身子以外 唯有行淫的 是得罪自己的身子 三、在婚姻关系里享受性爱 婚姻关系必须得到尊重 因为创造婚姻的是上帝 夫妻在上帝眼中是合为一体的 性生活应在婚姻范围内进行 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 因此 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 二人成为一体 西伯来书十三章四节 婚姻人人都当尊重 床也不可污秽 因为苟和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 四、破坏夫妻关系也是罪过 在人们的婚姻中制造分歧或导致一对已婚夫妇离婚也是一种罪过 因为在婚姻的背景下 耶稣在马可福音十章九节说过 神配合的 人不可分开 因此 简讯色情 电话性爱或网络性爱是性不道德的形式 他们没有使个人生活更美好 也没有在任何方面荣耀上帝 而且 性不道德行为在精神上有害于个人 婚姻 家庭和社会 在今天这道德沦丧的社会 贞洁或性纯洁是值得保护和重视的财富 这是反映了神性的庄严 与圣洁 如今 许多人被魔鬼美丽的谎言所欺骗 以为他们的童真不值钱 可以摒弃不要婚前性行为的原则 聪明的信徒 别管他们 贞洁是新性感 保持纯洁并不落伍 让我们努力保持我们的关系纯洁 让我们远离任何时我们想在婚前发生性关系的事情 无论是身体上还是精神上 守护你的心 祝你幸福又幸福 我可以留下来 我才能够